身体健康的人,每天都要走路,不管是上学,上班,还是出去玩,想要他出家门,必须要走路,虽说我们每天都要走路,但是去行色匆匆,没有掌握走路的技巧,因为走路也是一个技术活,走好了能锻炼身体,走不好可能还伤身。 走路的好处一,每天坚持走路,会消耗体内的热量,有利于提高基础代谢率,这样就能燃烧体内脂肪,达到减肥的作用。 二对于高血质患者来说,走路还能降低身体内不好的胆固醇,提高好的胆固醇,有利于降低或控制血脂。 三二对女性来说,每周坚持走路四小时,可以降低宽固骨骨折的风险,以及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,同时还能够预防骨质疏松。 四此外,患有高血压、糖尿病、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,都可以坚持走路,提高预期寿命。 每天走多少步几年来步数也算停活,有些人为了中第一,把自己累够呛,长期下去对身体可不好。 要知道,走路的步数并不是越多越好,其实,每天持续走六千步算是比较合适。 当然持续走八千步,一万步,对身体健康更有利。 所以,每天只要一次坚持走六千到一万步就可以了。 许多学生,白领子记不记每天也显示六千多步,但是这种属于一天中零散的走路,不是持续性的,自然也没什么意义了。 走路健身有讲究,如果想通过道路来锻炼身体,那么就不能像三步那样很悠闲的走路了。 想要达到锻炼,健身的目的,得满足这些条件。 一走路要快,可以匀速,也可以变速走。 只要没有大汗淋漓,大口喘气就可以。 二走路要久,每天至少要坚持走半小时。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,能坚持一小时最好。 三必须坚持,每周至少要坚持三天。 如果能做到每天走的更好。 其他注意事项最好选择在半后半小时内进行。 走路时穿舒适的鞋子,宽松的衣服。 走路的地方最好选择在开阔,安静,空气清新的地方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哦。